杨幂,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灯红花旦,在别人都说,女仙过了30岁,就会遇到戏约男的环境下,她却一直都戏约不断,眼少女自然也是不在话下,这部,目前杨幂还算是在剧组,她的电视剧《胡珠夫人》也在拍摄中,不少观众也一直都期待这部剧的消息,那和剧组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。 近日,杨幂胡珠夫人路透造型终于来了,虽然说路透一部正在拍摄的作品并不是很好,但是原谅我也是真的被杨幂胡珠夫人里面女装的造型给惊艳到了,照片中的杨幂穿着粉色的古装,头上戴着的配饰,也是别出心裁,跟她的衣服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,都说粉色不高级,但是杨幂的这身古装,真的质感满满,小编看完,只剩下一句,也太美了吧。 不得不说,之前看到杨幂的女伴男装的造型,对胡珠夫人的期待并没有很高,觉得跟扶摇差不多,但是这一次看到新造型,小编我被圈粉了,真心美得太过分了。 这颜值,专属杨幂,相信小伙伴们看了之后,也会觉得杨幂的这个新造型,真的是无敌美意了吧,粉嫩的打扮,不但没有让杨幂看起来是在装嫩,反而是减零了不少,将她身上的那份少女感,诠释得淋漓尽致,特别是当她坐在马车上巧笑盈盈,有袖子遮挡住了自己的半张脸,然后对着镜头一直微笑的那一瞬间, 小编仿佛看到了多年前,第一次认识杨幂的时候,也是她一炮而红的晴川这个角色,晴川可以说是杨幂的成名角色,当初出道多年的杨幂,一直给一些当红演员当配角,后来凭借宫中的晴川一角,一夜成名,成了大众皆知的女演员,之后便开始戏约不断,而那时候的晴川青涩,古灵精怪,清纯的让人过目不忘。